词曲 字幕 李宗盛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开心 开心 我们给大家问个好吧 一个个 大家好 我是熊猫堂的卡斯 曾经是一名酒吧 不对 我是在录ID 最近ID录多了 刚才录ID录多了 大家好 我是熊猫堂的卡斯 大家好 大家应该都认识我吧 我是熊猫堂的嘻哈 谢谢 我是刚来熊猫堂的陈丁丁 刚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熊猫堂的崔云峰 熊猫堂 你好 我是熊猫堂的十七君 刚过完生日的十八岁 什么东西啊 大家有发现 说卡斯有新衣服了 我们都没有 听说们只有你有 我换了新衣服 不好意思 我就是今天的最大的亮点 最大的焦点 请大家把焦点焦点在我身上 好吗 你换衣服了 是不是吧 之前那个穿坏了 我们宇宙赞歌的那个封面 本来是这套衣服吗 然后大家觉得 现在马上天气冷了吗 我可能穿短袖会着凉 所以 是会着凉还是不好看 经纪人们贴心的 给我准备了西装 就是感觉今天很正式 就是我是今天的MC主播卡斯 谢谢 那走吧走吧走吧 你一个人走吧 跟公司对话一下 我们也要啊 好了好了 只有卡斯有 其实很开心啊 因为每次好像直播我们都很激动 是的 是 是 我应该顶顶激动的点就是 来酷狗直播呢 可以唱其他的歌 是不是 是吗 所以你在给点给点大家 大家等一下可以点其他歌手 给我们唱 对不对 风风不用担心 就是有版权的问题了 对大家想听什么 告诉我们 风风大家刚才喊你 你要不要给大家 有这个环节吗 就是用你的那个假式问好问一下 关心假关心一下 假式问好 假关心 假关心 来吧 天气冷了大家多穿一点啊 真的好假 现在 现在家里暖气还没有来啊 千万不要感冒了 是 现在暖气已经在净水当中了 对对对 你要顶顶顶顶你跟我说 他说 卡斯你早上有没有听到水管嘟嘟嘟嘟的声音 我睡不着 真的就是有一点点那个 开心又有点烦躁 嗯 因为暖气来了嘛 的确 因为其实我昨天看了一下我的朋友圈 对 北京现在啊 北京的11月6号 在去年 就已经下了出雪了 出雪了 出雪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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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会不会给我解决吧 因为我真的很 我很难受 我每次我发完 然后都 进不去 看不到 然后还要麻烦就是饲养员帮我转进去 就是真的非常的 谢谢 就是他他送了一个我喜欢的那个就是哆啦A梦的充电宝 我今天还带着呢 然后就是我觉得很方便 就特别小巧的一个哆啦A梦联名的一个充电宝 对 然后 还有呢 听我说完 然后还有一箱那个就是 两箱 两箱某品牌的饮料我就不说了 但是现在没有喝就不敢喝 因为我们最近大家都在就是 努力的瘦身 努力瘦身 因为有重要的工作 对对对对对对 大家没有看出来的时候不要说我们瘦身 多尴尬 然后我现在就只能把那个就是饮料放在我的那个床头旁边 就供的那边 就是观看观看只供观看 不供使用 对对对对 他也是某品牌对我不说了 大家都懂 对某气质 对 然后 卡斯 卡斯是送了我一个就是床头的就是一个小公仔一个大鹅 对 他不小的很大哦 对特别大的一个大鹅 不想说 他当时给我的时候我说 哎 你为什么是送一个大鹅 我就我很不解 然后他说 因为你每次回扬州都会带扬州老鹅给我们吃 对 就是 那个鹅肉虽然没吃到多少 但是我觉得送个大鹅就希望他下次多带一点鹅肉 对 而且不要长毛 还有这个鱼鱼 原来是有预谋 对 因为时期上次从扬州给我们带来的那个鹅肉 因为放时间久了 它长毛了 就是我们最后都没有吃到 没有 是我没有保存好的问题 不是扬州老鹅的问题 扬州老鹅非常棒 是因为教室的冰箱断电了 对 因为没有及时的把它给冷藏 所以就时间放长了肯定就会坏 不管什么都会放坏 对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小惊喜 他是给我送了一个小盲盒 然后那个盲盒是皮卡丘系列的 然后里面可能也有什么其他的神奇宝贝 然后卡斯给我打赌说 他说如果你要是抽到了面蛙种子的话 因为他选绿色 就换回来 他选绿色 他如果你要抽到面蛙种子的话 你就给我 我说好心 然后盲盒一开 哇 果然是皮卡丘 浪费了我的机会 真的是 对 卡斯每次都想把礼物收回去 对对 然后是蜂蜂的 然后蜂蜂是 蜂蜂是送了我一个某品牌 那个也不能说 就是也是一个某品牌的一个 就是小手办还是什么 小夜灯 对 小夜灯 然后它也是哆啦A梦联名的 然后它可以挂在你的床头上 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像相框的造型 然后那个哆啦A梦呢 放在那个里面 在的时候 它灯是亮的 你要睡觉了呢 就把哆啦A梦拿着陪你一起睡觉 它灯就关了 我懂蜂蜂的意思了 就是人老了 偶尔要起夜 你知道吧 要小夜灯 那也不会 我睡眠还蛮香的 一觉睡觉到天亮 还蛮科技的感觉 点亮它的夜 然后 好恶心 然后说一下 然后说一下顶队的吧 顶队其实就是送到一个日常 日常可以用的一个护肤品 然后很贵 然后 就是 什么品牌 什么品牌 我就不说 别别别别 我们拿一样的工资 不要说谁送的贵 谁送的不贵 然后我就是不方便说这个品牌 但是我只知道它很贵 是 它真的很贵 八倍数 就是它顶队给我们宿舍买的面膜 可能不怎么贵 但是送给十七的真的蛮贵的 是 没有没有 好啦人到中年需要保养好吗 哈哈 哎 开玩笑开玩笑 没有没有没有 蛮好笑 回春 哈哈哈哈 开玩笑开玩笑 没有了 我是觉得就是 送什么礼物用心就好了 呀呀呀呀呀呀 是的 是特别开心 也非常感谢大家 对 好的好的小姐姐有话要说吧 好看 那我们有问题 有任务来了 第一个环节叫什么 星哥宿地 好 来我们来第一题 嗯 简单介绍一下 星哥世界晚安 嗯 来谁来介绍 那就卡斯来介绍吧 我刚才说 当然是队长顶顶了 没有没有 我看你今天很越越欲试 没有没有 我看你很想介绍 就是这种官方 就是发言人的状态 还是要给到你 没事让你学一下 哈哈哈 好吧 那我开个头你来接好不好 嗯 那其实世界晚安呢 其实就是希望 能够让大家在一天 可能不开心的情绪 到晚上入睡之前 能够用音乐的能量 带你就是清扫这些不好的情绪 有一个好的睡眠 其实现在当代人很多压力嘛 也有很多情绪 白天要吸收 晚上容易失眠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音乐 让大家治愈大家的睡眠 你在演我 你在演我 晚上失眠 哦 行 没有人盖得到 好冷哦 好那介绍完世界晚安的到第二道提示 为什么会想到出泰语版本的世界晚安 哦 哦 那这个其实就是为了回馈我们泰国的饲养员们 是的 是的 也尝试了一下 毕竟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那个唱跳团体 对不对 是啊 粉丝遍布全世界 是 说不定还有其他更多的语言 带我们解锁 对 你埋了个彩蛋哦 嗯 不说是吧 哎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 请依次唱几句 那要我们副歌 我们一人一句 刚才瑞德说怎么没有看到这个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那你先来因为第一句 第一句 我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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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先来吧 我 不放的个罗里空渡 在脑白阿龙阳康 仰空安那云南 哇 把副歌全唱了 全唱了 那你起个头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来 他是一次一人一句 这我不是看了一句吗 嗯 甜脸的意思是任务已经完成了到你了卡斯 啊 啊 给大家解释一下 像这种我们没有 开梦特 开梦特 又再提个来 高达还圈南弯外 走面咋给外卖带 I want to tell you 哦 唱完了 副歌唱完了 就是我们必须得从第一句开始捋 这方面不可能唱对的 对对对对 从中间来就是阶段唱有点想不起来 那个词 对就得从头开始捋 好 跟下一题 好 好 完事了 第三题 之后 之后出歌还会考虑出其他语言的版本吗 可能吧 我们愿意尝试 嗯 就是往international的这个步伐在跨 跨那么亚无 对像卡斯最近在学西班牙文 来试一下 哈哈哈哈 哎 你也别说我要爆鼎鼎的料 鼎鼎 就在直播这天下午 然后在自己的电脑前面 然后在那就是创作东西嘛 然后他说哎卡斯这句英文什么意思啊 然后他说了一句 他说了一句英文你知道吗 我说啊那是泰语吧 哈哈哈哈 他说什么 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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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鼎鼎就是说英文现在也有泰国那个强调你知道吗 当然会选择去出其他的语言就是尽可能尝试吧 对我们都会愿意尝试 我们的希望 啊新歌制作过程中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 哈 我们选我们公司给我们找了一位小姐姐的泰文老师 长得很像那个李萨姐姐 哈哈哈哈 真的很像李萨姐姐 真的很像李萨姐姐 像李简 那你有重新回粉吗 就是 啊 我有加他的微信 哈哈哈哈 配而求其次了 你知道鼎鼎念叨就是李萨没有回我私信这个事情 你念到很长时间 鼎鼎最近又给李萨老师发私信了 哈哈哈哈 他那天跟我说 我那天才跳完的那个pink band 然后说发给那个李萨老师 我说李萨老师怎么说 他说没有回我 哈哈哈哈 你还问李萨老师怎么说 就问得出口啊 我都不好意思 就期待李萨老师能回鼎鼎的那一天好不好 对然后好 其实其实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录音那一天的过程 我们一个个进去 然后其实都会有点紧张吧 嗯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尝试泰文歌曲 对 然后有时候那个舌头打结 烫嘴那个很烫嘴 是的 我们上课的时候不是那个泰文吗 是这样的啊 可能中文的话可能塞几个字 他泰文比如说中文就是 调还不一样 中文是Doremi好不好 泰文是 Doremi 就是他可以塞很多字在那个里面 但其实就是三个音的 对跟汉语差别还蛮大的 而且录音当天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当时租了一个 我们一般录音是叫小的一个录音棚 嗯 然后以前就是在那个控制台 都是只有配唱老师和那个录音师老师 对不对 那天就是有我们的泰语老师 有配唱老师 然后也有录音师 然后我们的老板还抽空去看了一下 对 就是那天人阵仗还蛮大 虽然录音室很小 但是挤满了人 对 那印象也蛮深刻的 因为好像就是大家很重视这一首歌 毕竟是第一次尝试泰文 都是要把它弄好 对对对对 有老师教你怎么去唱 有老师教你怎么音要发震 对 就多方位的去把控 反正在这首歌的制作上 其实我们和公司也 我觉得就是不违心的说 的确很用心了 是 对对对 有评论说鼎对胡说八道的很有趣 这是在夸你吗 这是真的 这是在夸你吗 又说你胡说八道 又说你很有趣 顶言顶语自称一派 下一题 好 下一题 最大的困难又是什么 我们每次看题目就看一半 都只看一半 其他的怎么回事 还有我们后面 今天看题目只看一半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 就是我身边没有会泰语的朋友 因为之前像我们学习一些英文歌 或者日文歌 至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会这些语言 泰语是真的没有一个都找不到 就是更难 根本就没有人去管我们这个发音 是不是正确的 对 所以很多要自己研究 嗯 对 请分别安利一下新歌吧 分别哦 就是 就是 拜拜 世界玩 哈哈哈 好啦没事 就是依次介绍一下 那就依次说 嗯 那我说 我说这个歌它有一个特别的 就是加了一个特别的 叫什么 buff吧 还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那个 杜比的那个全景声的一个一个效果 这个呢很适合大家晚上自己一个人 然后睡觉的时候听 嗯 对 你把大家说的好看 你把大家说都说了 哈哈哈哈 不是 怎么大家都得自己一个人睡 就是 就是自己的时候听这个会有释放的感觉 嗯 嗯 我还没说到我的点 好那你说 我已经没有点了 就这么顺畅接 来 好 嗯 哈哈哈 等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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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是世界晚上这首歌 就跟我们小猫堂一样 就是充满了无限可能 因为目前这首歌是我们小猫堂发的 所有版本最多的一首歌 还有DJ版啊 然后有泰文版 有中文版 然后还有钢琴版 就很多个版本 老少街一 你想听什么 想听嗨的 想听温柔的 你都能听得到 四星高娃老师 啊 这是可以说的吗 我们的DJ版好像还没有 没有发布吧 有一个短的 短的 短的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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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音有 某上有一个短的 你看大家都有个DJ 你又爆料了 大家都一脸差异 好啦 就是大家期待一下我们世界晚上 还有其他的版本 再慢慢的想一步一步的惊喜给到位好吗 嗯 跟世界说通宵 哈哈哈 我喜欢那个 琳琳快写一首 快写一首这个 我喜欢 跟世界说通宵 好的好的 好那琳琳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介绍这首歌 我觉得好听的音乐 不用分时间来听 就是无时无刻 你戴上耳机 想听音乐的时候 这首歌一定可以听到 就是把它在你的音乐列表里面置顶 没有任何理由 我觉得这首歌 有集中到我的痛点 还有什么 最近流行人士 不知道有没有集中到你们的game 就是游戏的game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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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一个人听 我们让身边所有的人 大家一起听 就是一个耳机 咱们一人分一半 对一起入睡 我约你要说 那要分享朋友圈 这是现在目前最有效的分享方式 对吧 是是是 不只朋友圈 咱们全平台都可以分享 对 就是你可以上我们的酷狗音乐 然后酷狗音乐也有分享键 你可以分享到你任何想分享的地方 好吗 我刚才看大家说 有的人没有另一半对不对 那你听这首歌 我们五个人就是你的另一半 对 就感觉到五个人陪你一起入睡 对 话听你胡说八道的好有趣 哈哈 因为现在那些音乐平台 都有一些功能 就是可以那个 就是一起听歌嘛 对吧 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今天也是我们的酷狗首唱会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 带来我们这次世界晚安的首唱 好不好 哎 来一首世界晚安带给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全球首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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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酷狗 原唱 全球首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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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酱 strand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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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世界说晚安 这世界有些孤单 跟世界说晚安 这世界有些孤单 还不如梦里浪漫 璀璨 想要带你游来 银河心里的泛滥 就算还有些遗憾 也不太伤感 跟世界说晚安 晚安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真的很适合做最后一首歌 是不是 好了 这是我们第一 今天的第一首歌直播还在继续 大家点一下关注 我在原场 我自己原场 刚进来的朋友们可以多留一下 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们 是的 是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 第二款可以摆完了 来了 这是一个游戏吧 我决定让我们读吧 让我们读吧 这两个人眼神也不太好使 来 我们看一下导演组 第一个是什么 导演组会出一个场景 你先说这个游戏的名字 它叫动词battle 这个名字叫动词battle OK 动词battle 干账的意思 然后呢 规则是导演组会出一个场景 然后请接力说出场景中 会出现的名词和对应的动词 并用我加动词加什么的的句式接力 游戏过程中名词动词不能重复 最终获胜的成员可以指定任意人 完成粉丝弹幕提出的挑战 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发一下 我们输的那个人 要接受一个什么样的惩罚 什么样的挑战 对 是吧 来 我们看看大家的坏心思 这是个淘汰制 然后最后输的那个人 就是相当于总共是四轮是吧 就等于是赢的那个人 可以选择一个弹幕 然后让输的那个人去回答或者做 纸压板我们没有那个东西 又来纸压板 我们是先选惩罚是吗 最后来选惩罚 那我们就先玩游戏了 那我们就开始了 那我们先演唱会 是怎么呢 先拍一下是吧 我看过这个游戏 来 1 5 6 7 嘉宾 等一下 不是 卡斯 有顺序吗 你是第二个吧 我是第二个是吧 那我们 那我们的顺序就是 那我们重来 好 我们重来 饶你一命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顺序吧 哈哈 然后卡斯 3 4 5 然后17 好 知道了来吧 还是演唱会是吧 那重来 来 6 7 走 麦克风 我 哎 卡斯 我们的鞋都是这样 我用的 对 我们的鞋都是这样 大大大大 苹果 我吃的 是这个节奏 好 好 好 我知道了 好 ok 你是不是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来 继续 5 6 音箱 我放的 麦克风 我拿的 蛋糕 我买的 啊 怎么可能 撒谎 你说什么 哎 不是这个不是事实也没关系吧 哦 你也知道不是事实 就是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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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从蛋糕来 哎呀 不要打断游戏 哎呀 你忘记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 730蛋糕就是崔心峰推上来的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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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事实 我知道了 可以看着胡边了 来吧 就是你要尽可能的跟 就是有有联系 有关系好 来来来来 从蛋糕开始来 他不会他还教开始教我们 哈哈哈 还好秀一些 可不是啥 好那个 从蛋糕开始 从蛋糕开始 从蛋糕开始说词 走 票钱 嗯 我出的 哈哈哈 嗯 饲养人 我请的 哇 灯光 我打的 音箱 哎 音箱说过了 所以第一轮输的就是卡散 他淘汰了 淘汰了我们四个 那就是 一二三 所以现在不重罚 我已经预估到最后人家是奇哈了 哈哈 好来 那我们要换个词换皮吗 还是 还是那个词 那又没有我了 来你们 你们继续 你算逃开了 我怕影响到你们的顺行 会不会 所以现在 所以现在你是变成了第二个人 对好 还是从我开始是吗 没事 不用紧张 我出词简单 我还是这个 我六 我六七走 卡丝 我揍的 哈哈 疯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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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到我了 我本人 疯疯 淘汰 好下面就是上面三个了 疯疯应该说 疯疯 化妆的 哈哈 是要我怎么样的 我怎么样 我画的就应该这样子 来 对啊 要我什么 那就剩他们三个了 对 耶 就剩我们三个了 继续 还是那个是 来 所以 走了最后 啊 来 现在从十七开始 对 这会不会容易出现那种 来 来 十七开始啊 来 五六七走 灯光 我打的 栏杆 我放的 音响 我放的 音响 不能重复是吗 不能 因为你已经说音响了 音响前面他已经说过 灯光也说了 灯光也说过了 对啊 恭喜他们两个收场 恭喜 前面那个也不能重复吗 那就是你出局了吗 所以现在 那我出局了呗 好 那就终极PK好不好 不终极PK 对 所以刚才说一起出局 终极PK吧 一起双双出局吧 不行 那我还是要试一次 好 有志气来 五六 等一下 还是这个词吗 对 我们换一个吧 都决赛局了 对 下一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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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说词 你先说词 都是我先说的 我说词三轮了 来 五六七 走 熊猫堂 我本人 摄像机 我本人 要动词 要动词 对 没想到竟然是鼎鼎 鼎鼎坚持的是对的 你坚持是对的 这游戏是这么玩的 只要让菜跟人接不上来 就行 好 好啦 那第一轮的赢家就是丁点 赢得莫名其妙 哇 那丁点你要选择那个 惩罚是吗 就是现在大家 惩罚卡斯嘛 卡斯是第一个 是这个 是惩罚我是吗 哦 他是指定 淘汰的一个人 对 我们先来 也可以 大家把那个惩罚走一波 我看一下你的惩罚 我来选择人好不好 来吧 朋友们 我们真的没有纸牙板 这里 没有纸牙板 没有纸牙板 对 然后俯卧生最近都在做 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好吗 可以用的 大家能满足的 诶 诶 你们见过卡斯撒娇吗 没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卡斯撒娇好不好 我刚才看有一个说 我见过 卡斯熊猫撒娇 卡斯撒娇很吓人的 卡斯撒娇来 来听一下 来十秒钟的杀娇好不好 对 大家准备好水一会儿吸眼睛 没事 你就这样 你就杀娇一个 为什么突然要Q我 鼎鼎 因为鼎鼎 他是赢家呀 你就说 给你镜头 你就说 请大家听我们的世界晚安 好不好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套路的心情 不是 他是想刷新他的那个东西 那你说 请大家关注 卡斯的 所有账 账号 请大家关注卡斯的丢好吗 你 好 来来来 因为你的那个歌好像也快了 快要发 那个是吧 对对 所以预告一下 然后就是撒娇的方式让大家来 对 刚才说了什么不能说的 没有不能说了 一定要超 要超撒娇的 来来来 哪个这个位是吧 这是指的 你想对哪里都可以 怎么也要转过去呢 这是统一的模式 看你能不能超越 看你能不能超越 眼睛舌头 嗯 嗯 先先做做足这个再说话 对吧 加油加油 卡斯你可以的 酝酱下你群醒 来 丢的MV快发了 大家期待吗 请大家支持一下 摩摩哒 你在考播音主持的证吗 小姐姐在旁边捂嘴巴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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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们开始吧 好 来 五六七走 从谁开始先说 你第一个啊 还是我开始啊 来 五六七走 大妈 我打的 饭菜 我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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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翻一下 敬敬刚才说的是太语 其实说的是 锅包肉 不是 我要解释一下 我说我打的就是 打菜的打 你知道吧 对啊 吃大妈给你打菜 对对 好好好 那鼎鼎就 那个出局 我们接下来分工开始 好吧 从我开始是什么 来 三二一走 黄焖鸡 我吃的 桌子 我擦的 盘子 我摔的 天花板 我看的 勺子 我用的 面 你抢了 你抢了 你今天不行 嘻哈 我以为他说完了 我刚才就有一点延迟了 那个是这样的 我们实际游戏 淘汰 淘汰 我们实际游戏 认读服输 怕我这样不是游戏黑洞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确定一下顺序现在是 我竟然活下来了 你我你他 就是这样子顺序 来吧 主要是刚才那个卡斯那个我摔的 好大牌 我被影响到了 好来吧 五六七走 垃圾桶 我放的 是不是突然没有想到 我们五个人 为什么我突然没想到要接受 要准备好 我们五个人真的是 游戏黑洞 不是卡斯可以的 卡斯可以的 我想说盘子 但是盘子是不是有人说过 我刚才说了 他摔的 你忘了吗 打完大妈水盘的说真好 好 江苏队PK 来来来来 你先说哈 因为到你了 来 五六七走 垃圾袋 我装的 洗蝶精 洗什么等一下 洗什么 洗蝶精啊 是我们也叫洗蝶精 我们的叫洗蝶精 没事没事没事 对不起再来 点点再淘汰一次 来继续 换个字不能让你有准备 洗蝶精 洗蝶精 好了 五六七走 洗蝶精 我换的 鱼香肉丝 我吃的 蛋炒饭 我吐的 酒菜炒饭 我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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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礼貌吗 你这样让以后大家怎么吃鱼香肉丝 对啊 怎么吃蛋炒饭 我那么爱蛋炒饭 一买鱼香肉丝就好像十七吐出来的 对啊 好恶心 好了不要说了 吴欣杰说出来的 我不会浪费食物 来大家把你们想做的惩罚 都打在弹幕上让我来挑选好吗 希望大家 我来选一个 想谁做什么 我来看一下 十七以后开餐厅 十七吐 大家快打 我来看一下 选一下好了 惩罚风风下班 不可能 平板之正唱歌 我来看一下 有什么 有什么 好像 全都是 我想到一个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啊 那个 峰峰唱丢 就唱 就只唱一句就是那个高音 啊 不是 就一句 不是 不是 我教你 你教我一下 就是 我把你丢掉 忘掉 好 我想先听卡斯先教一遍 我想听卡斯先教一遍 我想听卡斯先教一遍 卡斯先教一遍 来来来 不行 卡斯先教 我错了 我看到我自己了 卡斯你怎么回事 挖坑给自己跳 之前就有人说 如果这首歌如果是崔峰唱的话 证明一下 一定会更好吧 我感觉我把自己坑了 知道吗 没事你换一句 我把 是这个掉吗 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 我把你丢掉 然后 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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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骗 好了好了 好了 那个卡斯先的嗓子 又不舒服 我也不知道 我把你 丢掉 忘掉 好 可以 可以 好笑 你们俩不要高音吗 我想听 有的人说对了 自取其辱 真的是我 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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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谁 大家录评一下 刚才谁提的这个 我要找他 是你自己选的 你自己选的 没想到 卡斯赢了游戏 还要被惩罚 我没想到 笑死了 好了好了 这段赶紧过吧 这段还有吗 还有其他的场景吗 其实那个 大家可以有很多问题 然后随时问我们 任何方面的问题 然后其实我们 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月 会有一些工作安排 然后我们接下来 也会有作品 好 好像是我和你的 那个企划 还没有发出去 对不对 视频 但是我们会依次发的 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什么时候发 对不对 我们要就是把它准备好 然后给大家发出去 嗯 是的 又来任务了 好 来一下 奇哈 奇哈的发了 奇哈的 你们忘了奇哈那个 全红的那个 全红 对那个钢琴伴奏版的 对 大家快去看 哎 我在那个看题目之前 我想问一下 就是目前在座的四位 看过丢的MV的 只有鼎鼎和奇哈 你们评价一下呗 因为我刚才 我还没给你们俩看 你知道吧 对 我上一趟就想说 我说大家真的要期待一下 卡斯那个做的真的太用心了 不管是装造 然后场景全都是卡斯精心设计过的 哎 不对 真的很好看 除了 我再说一下化妆是陈鼎鼎 不是我进行设计的 是陈鼎鼎进行设计的 对也有鼎鼎的功劳 对 我还愿意问在最后的字目打上了化妆 make up sach contrary 鸣蒸香 你了啊 你要夸子 对 你要不你想好 我想好怎么要吐槽 我们也不记得有什么 但是你就夸就好了 我来说个实话 首先我觉得就是MV特别的丰富 在其次在剪辑什么的都是方式字卡来的 然后我们在那 我们唯一能陪伴他的就是陪伴 我们在那个外面的那个上网娱乐公司 找了一个小角落 然后就陪他剪视频 那个真的有一个地方叫上网服务有限公司 然后鼎鼎在旁边 然后我在旁边剪片 就是这样 就是成了这样子 然后我跟你讲 这是我 我剪这个MV 是我说实话 网费用的最贵的一次 对 我要说 我们是一个周末 我是晚上八点钟去玩了一下LOL LOL 那我知道跟我剪那个PingVan的同一家公司是吧 对 同一家公司 晚上八九点钟去的 你们对那公司好熟啊 我都没去过 然后我晚上两点钟回来的 然后那天周末给自己放了个假 卡斯还没有回 对 你知道我 卡斯第二天早上12点钟回的 我来曝光一下 就是我的那个网费 我自己还截图那个保存了 真的 我的网费 我一共上了29个小时的网 就是我剪片剪了29个小时 中天可能稍微睡了一会儿 剪了29个小时 然后网费是400块 卡斯一年的收获费 然后那边那个上网公司呢 有优惠 就是半卡的话是 买一送一 就是充一百送一百 所以这200人民币的 就是花费就花出去了 不用这么细节了 对 其实说这么多 其实想让大家知道 我们其实对我们这个作品 包括公司也有支持 我们也很用心 然后也是我们自己叫什么 亲手去缝补的 制作的 对对对对 就希望能大家看到我们的用心 卡斯在里面有很多样性 也会有 有 有很多 我就不能卖官 不能说出来了 不然就没有那个了 对 我昨天问他了卡斯跟我说他走的是性感风 这个你不要带偏题 你不要带偏题 丢不是性感风 你要是再不删我就这么宣传 真的不是性感风 不好意思 就是多多元性 多元性 其实每个人就是可能性 大家可以在卡斯上看到 平常他看不到的样子 而且有人说那个 养老院的电脑呢 就是我的电脑呢 因为就是 我们的电脑呢 就是内存也装满了我们水光堂的全部东西 对对对对对 就是可能就只能就是 而且网吧电脑就要高 不是上网公司的上网公司的电脑 比较高极 配置比较高 就是可能速度会比较快 所以请大家有就是等他的那个出来之后 请大家多多支持好不好 帮我帮我多看几遍 帮我多看几遍 帮我多看几遍 然后一键三年 耶 好的好的 好那我们进入第二第三个板块吧 熊猫KTV 请成员们各自选一个非本团的歌曲名 作为代称进行罗伯敦挑战 最先淘汰的成员需夸赞 获胜者30秒 并表情丰富的演唱一段所选歌曲 好就是现在我们就要 我觉得演唱不难夸赞30秒很困难 对呀 这几个人有什么好夸的 是吧 你看我愿意夸你30秒啊对吧 我也可以夸他30秒 你们俩不行 我们俩得30分钟 没想到我们说这个话吧 我们俩得30分钟 30秒不够用 卡斯我还不了解你们嘛 那我们是不是要站起来 我们就玩 先选歌 每个人给自己其实取个歌名 是自己的那个萝卜名 你叫什么萝卜 你叫黑萝卜吧 不是 我叫 我叫 你叫什么歌 祝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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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歌叫孙悦老师的祝你平安 那是吗 我没有没有 他没有定点我们后面的风格 是以歌词为名还是以歌名为名 你要不就去好运来吧 歌名 你是什么 卡斯是什么 我最近那个在听那个 哒哒哒 这是啥 别人不会唱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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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唐哒哒哒哒 答答答答答答是您老师的 DA 祝你平安 好 17和丁丁 我在想 那我 我想至于 这歌叫什么 荷塘月色 荷塘月色 我那就 only you 这歌叫什么呀 only you only you 顶顶到你了 我有什么歌是一个字呢 我脑袋最近不好用 我想想 我 那不行 我是不是总蹲呢 那你都蹲吗 我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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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我就叫我 真的假的 我蹲 渣有人说渣 渣要别人的歌 要别人的歌 当 就我吧 我怎么唱 我就是那个是吧 对我就是我 我会唱 好 ok 那我们是不是要 就站起来玩这个罗伯登游戏 来 我们来撤一下 撤一下椅子 你等着吧 一会所有人都喊你 对吧 对我都行 那我们后面就是给大家 就是我们宽松一点场景 然后站着给大家直播一下 好吧 对玩游戏嘛 对来 那我们是维持一个半虎 半圈好不好 我蹲蹲蹲 来 来 这 圈还看不到了 请他往里面一点 对对 来 不是 先试一把吧 我不知道怎么玩 对 罗伯蹲你们会玩吧 那就请那个 祝你平安 峰峰先蹲 祝你平安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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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会 蹲得太浅了 啊 要这样 祝你平安蹲 对 对 你好像在歪西盖 这个祝福会变得很不真诚 对 对 我告诉你 他现在问我是什么 我刚没听到你选的什么歌 我们稍微加一点吧 我们加个手势 祝你平安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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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加大难度了 有点那个 来 好 来我们吃一下 祝你平安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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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 蹲 蹲完 我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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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蹲完了 还蹲 我蹲 我蹲完了 只有你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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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蹲完了 为什么 啊 下一个就是不能连的 不能还蹲 不可以 我从来没想起来 就是输了 就是这个意思 不可以就是我蹲 我蹲 我蹲完 好 来 好好玩 那我们谁开始呢 那 那就你开始吧 那我开始啊 给大家一个好的祝福 开始 来 来 来 祝你平安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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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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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你是要拼音 是吧 我在想我嘴巴跟不上我 好我们这一组最最最优美的祝福已经结束了 好吗 还继续是吧 我还没开始游戏呢 这已经结束了 来 还可以我们再玩一轮再换吧 好我们再玩一轮再换 好吧来 我们俩都没被叫到过呢 好来 开始 你那个什么来着 不需要想 来来 直接来 谁先开始 17开 only有蹲 only有蹲 only有蹲完了 哒哒哒蹲 哒哒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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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蹲 我蹲 我蹲完了 only有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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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y有蹲完了 我蹲 落水 jsem Tiffany 我蹲 我的蹲 我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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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 only有蹲 ajud 有沒有蹲 gent 我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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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嗥犯 嗥犯 circus 卡丝版要慢了 你以为我要转拍子吗 卡丝叔 我想说鼎鼎这么好 效果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继续Cue他 不继Cue他呢 我毫无勇气体验 我也就是淘汰了 现在这三个人 怎么要换名吗 鼎鼎赶紧换 你还要换吗 不换 不换 坚持这一把坚持完吧 来 行 提快速度 这一轮就来 终极平坏加快速度 不要全蹲蹲一半 那我先来吧 毕竟我没什么参与感 来 三二一 Action 何汤月色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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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汤月色盾玩 OnlyU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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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yU盾玩了何汤月色盾 何汤月色盾 何汤月色盾 何汤月色盾玩 我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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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盾完了 OnlyU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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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我盾 我盾 我盾 我盾完了 OnlyU盾 OnlyU盾完了 我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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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盾完了 OnlyU盾 OnlyU盾 OnlyU盾完了 我蹲 我蹲完了 荷誕城 荷誕城完了 我蹲 我蹲完了 荷誕城 等會兒 我觉得这一局应该给鼎鼎一个就是第一名是不是 笑死了 当之五亏 陈鼎鼎像一个蛤蟆 这是可以说的问题 蛤蟆是招财 我笑的顺唐 投硬币 好那我们还要第二轮吗 还是说就结束了 结束了是吧 顶的效果每次直播只给一次 这是酷狗手插会请找我们第二次 所以才值得关注吗 好来 我们要做吗还是 我们再做回来 你还好吗 陈琳琳回来 陈琳琳需要接一下 你还好吗 来 风风坐到先后面 大家稍微等一下 有点有点那个 突然间运动腿有点那个什么 这个游戏入圈我今年度最喜欢的一个游戏 太好笑了 都能在在直播当中就是送出欢笑喝的 是的 顶顶的胡言乱语真的 送出欢笑总比送平安好吗 我给你这个 这个游戏还没有那什么 最先头的成员 最先头的成员 最先头的成员是你 获胜者30秒 最先头的成员是崔云峰 获胜者就是顶顶 会乐者是顶顶 对顶顶 然后并表情丰富的表演 祝你平安 对对对对 要做做一点的 语气一定要是很合法 你就是我偶像 这种 这种不应该对着对方夸 应该对着镜头夸 是不是 好 所以让大家看得到 让大家看得到 夸张的 那个机位 浮风那个机位 你学卡丝就好了 夸陈丁丁30秒 好吧 来 等一下 镜头特写 好 对很好 后期帮我录屏 这一弯我要去 给他上床的 诶刚刚谁说 你像蛤蟆来着 他夸不出口 好来 浮夸的好 来3 超浮夸 2 1 Action 陈丁丁真的好大方 陈丁丁好努力 陈丁丁 说不出来 好帅的 你们港谱出来了 好帅的 陈丁丁好会穿的 陈丁丁好瘦的 怎么还有屁丝气 陈丁丁好会说话的 陈丁丁是我的嘴涕 是我们的嘴涕 是我们的嘴涕 陈丁丁 我还夸不出来了 是个值得交的好朋友 在3秒钟还有27秒呢 可可以了吧 差不多30秒 我觉得他已经词穷了 那来吧唱吧 来唱你选的那个 祝你平安 对所有人 对还是那个机位老师给特写 但是我记不住多少词啊 没事 我给你提示 最近有一个新的办法 就是你记不住词不停地唱那一句 对对对 祝你平安 就是你记不住词了 祝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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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量想吧 来 3 等一下 孙岳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自己 他自己 没有就是你知道八九十年代的歌手啊 艺人老师们 他都有 就是普通的就是这种 那个手势这种 这样好不好 好不好 表演风格来 祝你平安 我祝你平安 他好丑啊 像那欢喜快乐 然后祝你 不要翻白鱼 在你身边 祝你平安 我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我怎么感觉唱了别的歌 我感觉他唱过迷茫 好的好的 这歌真的很有用 我以后忘词了就这么唱 我们下一首歌就这么唱 你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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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口香糖 你的你的文章 我的口香糖 跟世界说晚安 跟世界说晚安 晚安 好听的 好听的 就这样 好 那我们来下一趴 下一趴叫做 我懂你 请两位成员 任意出六道题 另外三位成员 回答问题 每个人一个字接力 来回答问题 回答错误 或反应迟钝者 都视为失败 失败次数达到两次 则全员需要接受惩罚 要全员接受惩罚 这不是一个单兵作战的游戏 是团队副本 全员接受惩罚 那就是我们五个人之间的默契 默契 就是默契大考验 我懂你 我们哪有这种东西啊 我们试一试嘛 那要不就你和风风 然后你们俩出题 在前面好看 对你们俩在这儿吧 对简单一点 好 好 那就我们俩出个狠的 让他们回答 是我们回答错误 你们要受惩罚 哦是吗 那就出简单的 所以你们不能难哦 好好好 就是速度比较快是吧 那就我们一人出三道题 好吧 一人出三道题 那我们从谁先回答 从我先回答 好来 我出题了 三二一 最喜欢吃的食物 蛋 炒 饭 哇哦 好 风风 刚吐过 哈哈哈哈 不要再cue那个 怎么有callback 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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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喜欢哪个品种的狗 哈 是 起 又对一道 好 那个 熊猫堂里最喜欢谁 陈 顶 顶 顶 三道 反应迟对 不是的是那个顶不好发 我们哪有星辰的了 你怎么 哈哈 我们丑一好不好 我们就是后面 后面还有几道题 还有三道题 我们就认真玩 如果错了的话 就就 对你们好好 重新想是吗 好好好 就没有 现在已经过三道了 现在到你了 已经过三道了 对对对 好 来 最喜欢哪一种动物 长 颈 鹿 我为什么喜欢长颈鹿 你为什么喜欢长颈鹿啊 我不知道 我刚才脑海里就想到 这个三个字的动物 好 陈领领最喜欢的颜色 粉 红 色 呀 红 最喜欢 我们祖国哪个地方 最喜欢我们国家哪个地方 最喜欢 北 金 草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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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也可以 所以又可以吃饭 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是吗 好 丑二 好 算 这个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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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好 再来一次 来 最后一题 决胜负了 最喜欢听哪首歌 就 算 与 全 是 借 为 敌 也 要 跟 你 在 一起 我 这么长的说下来了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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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会找一个藏歌名的词 哇 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嘛 哎 世界完不说我不正在被打着吗 怎么就 怎么就 就变成了这个歌 一过来说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哈哈哈 好 那我们就 惩罚 啊 啊 我们答对了呀 哪有惩罚呀 啊 北京市 那就错了一道 不会的两道 两道 好了 别跟 还有 还有 别跟节目组刚 因为他以后不会请我们来了 知道吗 多唱 快点 首唱会 我们愿意 接受惩罚 想怎么惩罚 怎么惩罚 发谁 发谁 哪个 集体的惩罚 集体啊 是集体受罚吗 他不是说 他还上道具呢 哦 干嘛呀 哎 哦 今天的小姐姐没有麦克风 竟然还有耳机 可以就跟后面的 难怪 感觉像 他有自己的设备 对 哦 所以要干嘛 哎呀 要干嘛 我们看一下 什么 哦 哦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 我们就 呦 啊 这十七会的 这个十七很深层的 啊 又是一道 这是很典型的一个 一个舞蹈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十七喜欢跳的舞蹈 哈哈哈哈 我很不会 我们要这样办 我们让他站C位 我们在两边陪着他跳好不好 我们是要跳这个是吗 就是我们的惩罚是我们的前面会有一个一段舞蹈视频 然后我们要对着这个舞蹈视频一起跳这支舞好吗 你来回了吗 我还没看呢 我们没事 有看的地方我们可以就是跟着做就好了 啊行 啊 我知道了 就是不管镜像不镜像的 大家左右都没所谓 我给你扮你唱吧 啊 歌扮我 糟糕糕 oh my god 来 我们准备好啊 莫发怎么是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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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看一遍啊 莫发怎么是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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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差不多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没有 现场下 我没刷过这条 再看两遍就会了 好 好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了 oh my god 莫发怎么是灵啊 不好意思 哈哈说再看一遍 她 8-5的能力不是很强啊 黑色梦想我的家 小小丫头烦恼不怕 赛色车胖带我出发 好好好 好 那我们抓紧时间 我们来跳一下吧 好不好 就随便跳一下 不用那个 好 我们跟着她吧 已经差不多了 我觉得 我们跟着她 会啦会啦 前面她 不会的那个 dance 都适合 free 来 很简单 跟着音乐 来来 准备好啊 来 3 2 1 开始 糟糕 糟糕 oh my god 莫发怎么失灵了 天空真的好大 蓝色梦想我的家 小小丫头烦恼不怕 赛色车胖带我出发 耶 耶 耶 哇 我们要跳的好奇啊 我们刚刚跳的好奇啊 是 我们跳的好好啊 天啊 太奇了 好棒 我跟着17 你都不知道 我们跳的 在后面跳的很好 真的 这叫什么 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 错过了你的全世界 在终点等你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那我们惩罚也惩罚过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弹幕上告诉我们 我们也可以 就是跟大家解答一下 耶 或者你想点什么歌 也可以看一下 对 对 好 跟大家聊聊天嘛 是不是 大家就是 可以有什么问题 然后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 把问题留下来 然后也欢迎后面进来的朋友们 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熊宝堂 关注酷狗直播和酷狗音乐 是的 没错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我们的 第二首歌曲 今天的 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 大家猜一下 是我们 哦 最近这首 最近这首歌好像也被打了 是不是 这首歌又被打了 打单 这是什么 叫什么 翻新 对 对 就是 也不是 就是很神奇的 就是没想到它会有MV 其实我们自己 也没有想到它会有MV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就是口香糖送给大家好不好 好我们就用你刚才传授的方式唱 认真唱 什么方式 他一定爱穿红色的球鞋 没看见啊 他也许不吃甜 也爱荡到早便 也对我有着蓝色似义 Bloom is called Greens Greens Pinks Rats Rats P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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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吻是我的口香糖 填在心里尝了不能忘 就像那孩子般一样 闯进了游乐场 云光的脚皮还有棉花糖 你的吻是我的口香糖 香香甜甜甜甜甜最浪漫 就算有怎样的难关 你说有你肩膀 就这样靠的意气好温暖 他总跑在咖啡店 他一定爱穿红色的球鞋 没看见 那他也许不吃甜 也爱荡到早便 也对我有着蓝色似义 Bloom is called Creams Rats P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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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吻是我的口香糖 填在心里尝了不能忘 就像那孩子般一样 闯进了游乐场 云光的脚皮还有棉花糖 你的吻是我的口香糖 你的吻是我的口香糖 想想甜甜甜甜甜最浪漫 就算有怎样的难关 你说有你肩膀 就这样靠在意气好温暖 就这样靠在意气好温暖 你就是我的我的口香糖 好 听完这首歌请去看我们口香糖的MV 对 其实我也想说一下 其实我也很开心这次能够拍到 那个 那个吻见的MV 是的 就是因为口香糖这首歌 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很大的金主爸爸 是不是 是 我们是不是要在直播里面感谢一下 谢谢 吻见 谢谢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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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是第一次有品牌的植入 和我们合作 我也很开心 嗯 OK 好 那就听完了口香糖 我们就有任务了 来看一下 哦 住棉基地 啊 好 那我们就一题题来说好了 第一题 请说一下各自入睡的大致时间点 睡前的小习惯是什么 哦 开始爆料了 爆料了 对 爆料了 那这样子吧 我们顺序就是W 再W回来好不好 好 那我们 大概的入睡时间点 还有小习惯有什么 好 来 哈哈先说吧 从我嘛 我大概入睡时间点是12点到1点吧 嗯 差不多 睡前有什么习惯呢 小习惯就是失眠 哈哈 这个习惯也是蛮 当失眠成为一种习惯 失眠成瘾 对 熬夜成瘾 熬夜成瘾 但是最近还好 最近还就是大家都挺辛苦的 所以睡卖这两个都挺好 嗯 那到我的话 大致入睡的时间点 大致入睡可能在 哇哦 大概是公鸡早上叫的那个时间 哈哈哈哈 没有那么早 大概是凌晨0点到6点之间 大致时间上就是0点到6点之间 就不定时 哇 你这范围也真是很大的 哈哈 因为那个偶尔就是也真的是会失眠这样子 然后睡前的小习惯是什么 我睡前的小习惯是 看小说 看小说 全部都看一遍 那我告诉你一个事情好不好 嗯 盗墓笔记是有那种听书的 你为什么非得要废眼睛看呢 不我跟你讲 你其实用眼睛看 你的脑子里会有声音和画面 但是如果你只听的话 可能脑子里这个画面没有声音 这样子的 有什么 还没有什么小习惯 小习惯 看小说对吧 对看小说 哈哈哈 这个主持人不行啊 哈哈哈 好 来 鼎鼎 也是12点到凌晨6点 没办法 哈哈哈 然后小习惯就是刷那个直播间买东西 哈哈哈 小习惯啊 刷淘宝 睡觉之前的小习惯 应该 现在是会听歌 我现在会带的那个 啊 对是的 哪一首 就是近期就是近几年会流行的和以前的歌 因为最近要写点东西 我能我能爆个料吗 你说什么 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你知道 鼎鼎带着他耳机 因为他的耳机就是防噪非常好 嗯 就在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然后他自己在创作你知道吧 然后呢 因为他要创作有节奏 他就带着耳机在床上哦 以为自己很小声 他在那 一二三四五六七 二三五六七 哈哈哈 哇 因为在那数那个自数节奏 你知道吧 然后他以为自己声音很小 其实吵得我都快不行了 是吗 我听到非常大声 你知道吗 而且很吵 就比你平常的声音还要大 好吧 还蛮好笑的 真的那个画面 知道吗 大家可能没有看过鼎鼎写词 鼎鼎写词就是听着那个歌 然后可能是其他的歌词 然后鼎鼎就在数字数 数字数 对然后填 七八九 哈哈哈 对根据节奏来 一二 好 好那睡前的习惯 那除了听歌就是听歌是吧 除了睡前的习惯就是 有时候睡觉之前还会带一下耳塞 哈哈 我懂 我们都懂 我们都懂 不必解释我们都懂 是一个很亲密的习惯 我觉得 因为双十一到了快递有点慢 就只能这样说 对对对 好 好来风风 我大致入睡的时间 大概是两点半左右吧 上床 曲折瑜很多东西吧 哈哈哈 对 曲折瑜 就是那个三个英文字母是吧 哈哈哈 曲折瑜 曲折瑜今天晚上是赢了最后一把 还是输了最后一把 哎我给你讲 这一盘我没懂 风风我跟你讲 我跟你报个料 你知道那个有一天 那个那个星期天的时候 我跟鼎鼎说 我鼎鼎啊 今天晚上我突然有想 想那个去的的那个那个 去那个公司 对不是去那个公司 上网公司 然后你知道鼎鼎竟然回我什么吗 不好意思人满了 哈哈哈 然后我说我说 那要不这样子把风风踢出去 然后他等他已经 确定ok吗 然后算了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他说不能去 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他是核心股 对对 重点是 对重点是我在哄音还听到了 然后不能去 说风风是大腿 不能去 就是我 我还是个坑在他心里边 没有 那个什么 你不是大腿 哈哈哈 卡斯 你不是大腿 卡斯提莫玩的可好了 哈哈哈 哎赏金最好四杀别忘了 是是是行行 好你睡前的小习惯是什么 啊 我我喜欢 我喜欢看一些 我喜欢看一些 常视频 就是那种那种科普的 啊你跟我一样 啊 就是那种什么 我们俩会喜欢科普的博主 对 什么黑洞里面有什么呀 什么你进黑洞里会怎么样啊 哈哈 刚才像是吃者能解救 黑洞 我们有什么呢 啊对那种视频 就是科普的对对对对对对 看那种啊 嗯 来好 那接下来十七君 你入睡的大致时间点 应该在 也是十二点到四点之间吧 哇 那你入睡的习惯是什么 睡前的习惯 抠脚 我才不是你 要在床上拉筋吗 没有没有 哈哈哈哈 就是我会听 我会听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 就是就是我会 就原神吧 你确定吗 我会听原神的音乐 它特别著名 你听的是音乐吗 我都不想拆穿你 因为每次我 我会听原神的音乐 因为有的时候 我会直接拿那个酷狗音乐啊 或者是那个 就是会直接会放 它那个专辑能听得到 对对对对对 我尝试过就是 入睡前听音乐 对 结果我是真的是越听越害 越精神 对 因为你听的都是 你好 有专门要唱一个歌单 叫治疗睡眠 就是会有一些 舒缓的音乐 就是流水的声音啊 这种的 就是像世界晚安 就可以加入这个耳单 好像叫耳骚 对 我觉得我们世界晚安 也可以加入这个歌单里 那个公司跟跟歌单就说一下 加入入睡前歌单好吗 尤其要配合度比一下 我们看 那我们下一题 熬夜的话一般会干什么 请劝诫一下熬夜的粉丝们吧 那我们就到这来 我们从17开始 熬夜的话一般会干什么 熬夜的话一般会干什么 什么东西 读了两遍 熬夜的话会干什么 熬夜的话我一般就是会捡东西 就是我要 你是去外面捡还是去哪里捡 有可能 你说的是那个捡 他说的是那个捡 不是有可能 不是那个捡 有可能是去那个什么 那个 去游戏游乐公司捡 也有可能会在我的宿舍里面捡 对 如果熬夜的话一般都是会 就是干正事的 来请劝诫一下熬夜的粉丝们吧 劝诫一下熬夜的粉丝 就是 虽然你没有资格 就是 也没有资格 就是少熬夜了 就是熬夜 熬夜对自己身体真的不好 如果非得要熬夜的话 就是 还得就是要注意多喝水 因为要缓解你的那个肝 就是因为肝要休息嘛 对不对 就不要太肝了 对 要保护好自己的肝 熬夜上肝 要喝那个就是茶呀什么东西 可以有助于缓解你肝的压力 对 然后早上去 就上了年纪的人都会注意肝的这种奇怪 你真的你得听一听好吧 真的是 果然是速度大 还有想说 四小月刚才上面说 剪指甲 哈哈哈 笑点好奇怪啊 你笑点真的很奇怪 你现在缓过来了吗 因为下一个到你了 好了好了 好 好 就是因为打打游戏 哎 好诚实的播 对对对对 有时候真的要不打到自己那个满意为止 就 劝诫一下 再打满意什么 不要打游戏 啊 劝诫一下 对熬夜最好是为了正事啊 对 不要 不要为了一些 就是不正经的事情熬夜 哎真的就是你想熬夜的话就工作 你工作就会容易困 然后就会睡觉 对对对 那挺你呢 我 你谢谢你问题是什么 熬夜的一半会干什么 干什么 跟他在峡谷里 在峡谷里 逛街打野 逃败可能就是 他跟我在下路 对他一直跟我在下路 对他一直跟我在下路 那其实说实话 其实不建议大家熬夜 因为我们有时候是 可能习惯熬夜了 其实现在当代很多 年轻人已经把熬夜成一种习惯了 就是什么 叫玩太阳睡月亮 那其实其实虽然我现在 反了吧 玩太阳睡月亮不是正常的吗 玩月亮睡太阳 那怎么天怎么不对 那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那其实就是呼吁一下大家 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作息 希望即使你工作很忙的话 也是希望你能把时间留在白天 把自己做充实了 然后晚上有个好的睡眠 那晚上的话 如果你真的有时候失眠睡不着觉的话 可以听一下我们的世界晚安 世界晚安 对 然后其实最好听世界晚安 如果你不愿意听的话 听听别的歌也可以 我是觉得这是一种舒缓 舒缓当天一些情绪和压力的一种办法 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太熬夜 因为熬夜的确会伤身体 到了我这个年纪 我就会觉得有一些体力不足 到了点就会容易困 然后注意力有点不集中 这是一个很中肯的建议 对 注意力不集中 我说 鼎鼎出门前叫十七 然后他说 卡斯我突然忘了十七叫什么 我说就叫十七 他下一秒就把我忘了 他叫什么呢 怎么会最近少熬夜 听我们说就做核酸的时候 我说我走走卡斯 我说哎那个那谁啊 那个哦十七十七 我说十七快点快点 难怪我没听见你当时在说什么 笑死我了 鼎鼎经常这样的 经常看着我们某个人叫其他人的名字 卡一下会 好那我熬夜的话 因为我说实话 我自制力不是很强 所以我一般就是看到 比较好看的小说 或者是看到比较好看的电视剧 或者综艺节目 我愿意就是一直追 追到他没资源 或者是VIP 就是我不会冲回VIP 但是我会看到VIP前面 就是但是酷哥我会冲回VIP的 就是会这样子 就是我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 就是自制力可能有点不行 就比如说一整季的电视剧可能二十三集 我就想追个十集我再睡 但一般就是其实看电视剧最好的方法 就比如说看我们威宗 熊猫出没请主意 其实一周一集 又能舒缓压力 然后又能让他陪带你时间更久一点 所以大家一定要再去回看一下 我们的威宗熊猫出没请主意 好吧 卡斯不愧是专业打广告的 我其实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擅长熬夜 就是我熬不动 我就每一次就只要超过两点 如果还没睡的话 我这一晚上可能都睡不着 就是我做需要规律一点 让我就是很难受 是的我之前N多次请七哈 我说哈哈我们去玩剧本沙吧 他说七八点以后不要叫我 就太晚了我能接受的就是剧本沙 从下午四五点开始 然后晚上十点左右结束 这样的话就可以回起室睡觉 对因为其他他的那个 就是睡眠真的比较浅 好那我们第三题 我们快速回答 好快速回答 如果有一天的时间随你们安排 分别会怎么安排 一人说一件事吧 睡觉 追剧 逛街 你先说 只能两个字是吗 只能做一件事情哦 一天都被安排满了 游戏啊 不是 是啊 对啊 如果是下雨天的话 我很喜欢在家打游戏 非要下雨天再打游戏 我知道我很喜欢在下雨天打游戏 可是冬天不下雪 那你就不要打游戏了 就是就是 我不口角 好了 口角 好 时期呢 会练舞吧 一整天看夕阳 看夕阳 我真的很喜欢 夕阳那一天就只剩那么几分钟 因为 看夕阳 因为他是一天最短暂的 所以我很真心 因为很期望就是看到晚霞 人到了年纪 晚霞 下落了那一瞬间 人家问你前一整天 很美 我说不了 就是 夕阳 夕阳无限好 只是金黄昏 是的 来我们快看夕阳 看夕阳 运弱看夕阳 你不懂 时期根本就看不了夕阳 时期是去百度搜索 搜夕阳图片 然后看一成全 好了好了 下一题 请推荐一下助眠好物 来 时期开始 你推荐什么助眠好物 就是用了之后可以快速的入睡的 助眠 快速助眠入睡 什么好物 薰衣草的那个 什么 精油 也太高级了吧 薰衣草的那种就是 可以放在那个枕头旁边那种香包 那个非常助眠 超市4块9一个的那个 对对对对 我奶奶经常就是 真的 因为薰衣草有著名的那个功效了 看着年纪半 然后是一样的 而且很香 会让你 真的有用 对而且你床位整个有那种分方位 是真的 好 冯冯 最近一个出名好物 我觉得睡的快应该是就是 那个 你调到最舒服那个姿势 其实就睡得最快 对 因为其实我 是 我就睡觉之前就总翻来覆去的 调到最最好的姿势就是 可以 知道自己的姿势 可以挑一个好的枕头 好 你怎么最后把我说 我也是枕头 那个枕头很关键 还有就是 怀里就是那个 一定要抱一个东西 我觉得鼎鼎不真诚 我再抱个料 就是我们世界晚安的宣传视频里面 那个枕头是鼎鼎买的 一直用完之后 放在教室没有拿走 那个枕头 那个就是为了拍摄用的呀 那个世界晚安的枕头呀 教室那个枕头 那个就是为了拍摄用的呀 哪个白枕头啊 我们拍世界晚安 我们躺在那个墙上 不是你买的枕头吗 那是我淘汰了的枕头 为了拍摄用的 好的枕头 我当然放在床上 怎么舍得拿出来拍摄呢 怎么舍得给你用呢 床上四件套一定很关键 还有就是我会在睡前 床上会喷一点香水 对 很香 很香 好浪漫 我推荐的话 就是我送给鼎鼎和 持继的生日礼物 就是一个很大的抱枕 因为我发现人 就是缺乏安全感 你只要抱着东西睡觉 你就会非常非常 对 非常非常舒服 就比如说我的抱枕是什么 我的抱枕是经纪员送给我的 一个腾讯的吉祥物 然后我抱着他一直在那睡 对 就跟他差不多有关系 就是 吓死了 有伤有凉的呀 没错没错 他说没错 坚定自己 没有错 我只要说是的呀 就是企鹅 好吧 说白了就是企鹅 金姐送我的 哈哈的 我其实没有什么好物 但是我推荐大家耳机 就是其实戴上耳机 然后听两首歌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毛不易老师的那个 还是伴奏 我觉得那个特别有用 你怎么好提起你的伤心事 你确定是什么好提起的 他刚丢 他自己爆料了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企鹅最近丢了一个 他非常喜欢的一个耳机 然后已经心疼了两天了 今天 今天来 今天来 他第一句话就是 我的耳机已经找不到了 然后昨天也是耳机找不到 那个人他就不能给我吗 我第一 我第一次听企鹅 就是连续两天的抱怨自己的耳机 丢了这件事情 我第一次 对 因为他已经丢了三对了 是吗 我跟你说 如果那个人 你现在看直播的话 你拿 你捡到的是企鹅的耳机 请还给他 不要 不要让他再伤心了 两颗爱心 中间是他的名字 然后是在舞房丢 他去练舞的时候丢掉 对 对 我想想 我为什么要那么刻苦去练舞 大周摸的 好 第五题 请分享一下快速入睡的方法 我刚才已经分享了一个 对不对 我分享了一个 就是大家调到最舒服的姿势 就是抱着抱着 调到最适合的姿势 然后听着音乐 看着夕阳就睡着了 对 好完整 还要看夕阳 睡觉 睡好早 那其实 因为今天还是非常开心 能够和直播 然后和大家见面嘛 是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还有一首歌曲 要送给大家 那这首歌我们卖个关子好不好 OK啊 就不说歌名是吧 就直接被浅奏了 因为这首歌是比较 说到我痛点的一首歌 盲猜一下 盲猜一下 而且上次听到这首歌 好像是我们巡演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唱这首歌了 对 好的 那谢谢老师 音乐走起 有人知道 你看 好聪明啊 很聪明啊 一会儿记得解释一下痛点 我也没懂 歌词里面有痛点吗 很多人猜对了耶 是吗 伟大的梦想 对 伟大的梦想 伟大的梦想 因为我想 怎麼全世界胡說 說反對 要模糊愛人的輪廓 就算 只能選悲劇的結果 寧願給我 一起 自由的墜落 掙脫束縛繩索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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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是最高級的反駁 我想孤島停泊 碎裂的荒野閃耀我 在計劃新生活 回憶相忘的原因 這對張出宇宙一座 讓我聽心笑說 人們欣賞美學的著作 別愛沾邊 非色的泡沫 人們欣賞美學的著作 我心早已也願望過 說你愛我 憑什麼認識 借胡說 我反對 誰模糊愛人的輪廓 就算 就算 只能選悲劇的結果 寧願跟著我 一起 自由的墜落 好 很少 振脫 走 讓我 撐我 收緊的 反驳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和饲养员在舞台上 我们在舞台上他们在下面为我们助威呐喊 应援 听我们好好唱歌 看我们好好地跳舞 因为当下的很多事情我们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去决定 但是我们的初心到现在还是没有改变 我们认真做的事情也一直没有变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 关注我们 可能我们很多东西更新的会慢一点点 但是我们会持续地去做这些事情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相信我们 相信我们的策划 相信我们熊猫堂以及所有的幕后的工作人员们 然后熊猫堂其实想再次地说就是非常感谢有你们的存在 然后好像体会到我们才觉得熊猫堂的意义 当然 就是你们是我们熊猫堂的buff 你们懂吗这个意思 对 谢谢有你们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在最后可以给大家回答一下 然后大家问我的亚补了没有 我14号去做那个手术 然后因为牙齿的话它是有康复期的 然后要排期排手术 然后大家请放心我的牙齿已经开始做了 然后我也希望有一个好看的自己了 我有一点点点点点我有个问题要问 我好奇很久了 痛点是什么 痛点是什么 他说这首歌的痛点 就是 我懂得戳到心窝子了 戳到你的心里 比如说你很对一个东西很敏感 他说到你的软肋 就比如说你把自己的脆弱的一面保护得很好 当他一提一看透了你说到你这个很脆弱的这个点就觉得 对 就最直击 我以为还有什么故事 你以为鼎鼎拿针丑我就痛点是吗 对啊 我的脸有点肿 其实没有办法 还好啦 其实鼎鼎真的是为了他的牙跑了好多地方 咨询了好多地方 是的 所以他也在有这样努力想把自己变漂亮 谢谢大家的关心 什么叫漂亮 叫帅气 对我们也在帮鼎鼎把关 就有些地方我们说不推荐他去鼎鼎不要去 对对对 是骗人的 然后 我很想就是跟大家互动一下 就比如说 就是因为有弹幕Q巡演这件事情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哪里 我们想说看看我们的那个 就是他们在哪里 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到哪些地方 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 对啊 大家想问一下 广州 厦门 武汉 苏州 你们把各地每个城市读了一遍 杭州 浙江 对 每个城市我们说一句晚安好不好 南京晚安 我看到了 深圳晚安 武汉晚安 随阳 我觉得是随阳晚安 随阳晚安 苏州晚安 苏州我们去过苏州 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这样子 我们要不如就是好好的跟大家 每个人好好的用自己的方式 和自己的语气 跟我们的饲养员说一句晚安 其实今天 现在几点钟我眼睛不好 现在8点26 8点26 让今天大家有个好的睡眠 然后我们每个人 用自己的一个语气和一个状态 跟大家说一声晚安 一句晚安好不好 卡斯先来吧 对对对 我来先给大家说晚安是吗 熬夜不好 大家就是 大家就是 如果你真的就是 觉得自己睡不着的话 请打开手机 打开酷狗音乐 搜索熊猫堂 点击专辑 然后下面有世界晚安的EP 然后点进去 然后从世界晚安中文版 世界晚安泰文版 世界晚安伴奏 然后世界晚安钢琴版 世界晚安泰国钢琴版 这样一系列循环下去 我跟你讲 绝对你的困意十足 不是说我们的歌不好听 而是我们歌有疗愈的效果 所以 实际上你跟大家说一句晚安吧 不是要是大家怎么睡觉 卡斯抓紧一切机会 只要他有话口的 就要打个 对 非常的专业 但是现在也没必要 凤凤 用你的方式跟大家说一句晚安吧 我想起一句话 人家说那个 每一个今天都不一样 说你明天和昨天都跟今天不一样 所以说好好过好今天 然后珍惜每一个 对珍惜当下 珍惜每一个时刻 然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爸以前总跟我说 他说你想想你今天都做了什么 然后有没有成长 有没有怎么样 对 好好想想 这是个好方法真的 是 是我爸 我爸一直以来 从小到大一直以来 这么跟我说 安伟啊 我是要说什么话吗 那我就这样说吧 好久没看到熊二了 天呐 我好开心 对一个现实反常 你录一句铃声给大家说 去熊猫堂听世界晚安 真的 我觉得好好 熊猫好久没看见了 那我就按你的说 来来 大家晚安喽 睡觉之前要听熊猫堂的那个世界晚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精彩 可用可用 这个铃声可用 睡觉之前一定要听 对 真的很有用 我最近都是听着他睡觉 那我 我用 我想试一下用家乡话说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大家睡不着了 估计 大家听不懂 因为大家之前跟他有听过我说扬州话嘛 嗯 只要是你说的大家都喜欢 好了好了 不是用自己方式嘛 来嘛 来嘛 很好玩的 哈哈 听一下 小乖乖 还不睡过呢 还不睡过呢 还不睡过 小乖乖 感觉有点邪恶 什么的啊 你还不睡不着啊 真好呢 我给你一个方法 你可以听熊猫堂的世界晚安 你就睡着了 快点个睡哦 哈哈 像我大姨 你听得懂吧 像我阿姨 你听得懂吧 就扬州话还是 但是我听着感觉想说 小朋友来 来 如今吃糖 哈哈哈哈 这个语气不太对 你知道吗 你应该大就大气一点 就是因为他去 不是是你要让人家睡觉 你不可能说 你快点给我睡啊 哈哈哈哈 你快点给我睡觉 哈哈哈哈 你不可能这么生活 恐吓人家睡觉是吗 对啊 确实江南水乡的语言都比较温婉 对对对对对 你怎么没问完呢 哈哈哈哈 可能我脑子比较邪 你知道吗 因为卡斯是江苏北方的人 所以说他的方言可能更豪迈 说实话 豪迈一点 就是哈哈不是跟我回老家吗 我老家话不会说 哈哈老家 就是像我老家第一件事情 坐出租车 跟我 跟出租车司机用我加强话聊天 我真是惊讶了 就是他学习能力 学习语言能力太强了 我的天哪 是啊是啊大家都知道的 什么那你杨中华来一个 哈哈哈哈 哎你来我就可以模仿 就可以找到那个调调 确定吗 那我不确定 顶顶干你了 好顶顶顶顶结尾 好啊 那其实因为我妈从跟我说嘛 日有所思也有所梦 可能你很多东西想的 当下没有得到的 可能在梦里你都会得到 可能当下你想就是 想见没有办法见到的人 可能在梦里也会见到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好的睡眠很重要 然后我就用熊猫堂世界晚安 最后的那句话就是 熊猫堂跟全世界说晚安 嗯 晚安啊 然后大家还有什么话 想对我们说呢 就可以上微博话题搜酷狗首唱会 告诉我们 然后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我们是熊猫堂produce panda 拜拜 拜拜 下次见